冬奥捷前夕永和新部里里长陈王秀段 送上亲手做的粽子给里面的独居长辈 她说从小爷爷奶奶就告诉她 见到有需要帮助的社会弱势 有能力就要伸手协助他们 是种福田 也让这些弱势因为帮助而生活获得改善 我是台中台家人 以前我们是大家庭 我们阿公阿嬷就对那些家庭弱势的都会关照 所以这一点我有学到 阿公也都会交代说 我们如果看人家比较散 我们就要帮帮忙 所以来台北 嫁来台北 台北这的人 就我发现有的真的是很可怜 以前做水电 人家夫妇出钱 我先生都说不要给他收送他 长辈就说 端午节里长会送粽子 而过年是送萝卜糕 清明节送菜包 亲手做的特别好吃 有时候也会送米 而通常是中原普渡 结合公所公庙制政 一份物资表达了关怀 很窩心 他很疼利面 很疼终低收入 很疼劲 很疼劲 好像心疼劲 说不出的感恩 送物资里长同时也会关怀 他们的生活及健康状况 他希望能抛砖引玉 社会的弱势需要协助 一份物资表达心意 也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记者卢秀娟 永和常文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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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